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使徒行传》的五章33节一直到40节 题目是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使徒行传》五章33节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烈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全都散了 归于乌有 此后报名上策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败坏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终于我们看到那个有影响力的人 他所讲的话改变大祭司和众长老的处理方式 他就是当时的著名法利赛人加玛列 他是个有名望的夫子 后来我们也知道他是当时的扫罗 也就是后来的保罗所受教的夫子 他不但是个著名的夫子 而且也是犹太议会里重要的一员 他首先指出来 自称弥赛亚的并不是绝无仅有 在耶稣之前就有一个名叫丢大的人起来 自称为大 他曾号召一些人来跟随他 有数百人之多 但是后来他被杀了 那些人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大约在西利王教全国报名上册的时候 也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一年 又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起来了 他也是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 也有许多人跟从他起来启示 但是后来他也死了 跟从他的百姓也就四散了 借着这两个例子 加玛列是想说明什么呢 任何人以人的力量行事 他的影响力也就是在他所在那个世代 若是人死了 影响力也要自然的变质 必然也就会消散了 所以加玛列说 他们所谋的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 而今天在这个端口 这些使徒们先前所跟从的耶稣已经死了 至少在犹太人眼中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些门徒们在打打闹闹又能维持多久呢 使徒与使徒之间会不会一间不合 会不会有一两个使徒又起来自创门派 自以为大 最后这个组织就四分五裂 无疾而终 如果耶稣所创建的事工是凭人力所为的 那么以上所讲的事就必然会发生的 因为人的影响力 在其身后就一定会消减 正所谓人走茶凉 后面的人 谁还会为已死的人那样卖力呢 谁又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声望 多多的为自己考虑考虑 而已死的人 就是拿出来做一个神主牌而已 然而如果一个事情是出于神 那么就算在前面所做事工的人死了 但是神的国度是永恒存在的 神的手所要做的事情不会因为一个人死了 就中断或是改变了 不管这个人是多么的伟大 在人民的心中是多么的有分量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 他也就是仆人 是器皿 而器皿是可以置换的 摩西哥伟大了吧 但是到了120岁 神还是让他死了 在摩西之后 神早就已经预备了约苏亚 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所应许的 流奶与蜜之地 神的工作不因为摩西的死去而停止或中断 那么这样的事工自然就不会无极而终 或是效散 加玛列为什么要劝止犹太人对使徒们的迫害 一方面他说的话是智慧的言语 因为跨过历史的事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此外他也看见在耶稣走后 这些使徒还是可以行神迹 所以他看到这些事工 有可能是神的手在做的 所以加玛列又说 若是出于神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人所能看到的是非常有限 我们往往看到人世间的纷纷攘攘 神所做的事情 混杂的人所做的事情 让人看不清楚 有些人可以掀起很大的波澜 让人信以为会成真 但是神所做的事工 虽然在某些时候 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神的事工必然会成功 但是加玛列也说了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你们反对神所做的事 那么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这是很多人应该要注意 但是并没有注意的 他们以为神是慈爱的 那么就算是他们肆意而行 反对神所所要做的工作 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神可能就看这样的人 是在攻击神 这些事情会有什么影响和后果呢 虽然有些人口中不说 但其实在人心当中还是会有影响 在人的深处 其实暗暗的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当加玛列一讲 他们就心头一柄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下一篇再来告诉你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